我自己從小到大都吃去煮的 家裡的醬料 吃超級市場那些我吃不到 吃每一口入口的時候 有時會想起他在煮麵糸的動作 二十多歲了 從廣州下來過來香港 找工作很艱難 有火頭做你做不做 我說做好 在那裡一直做 做了幾年將軍 其中有一個師傅 那個師傅走了 就升起了一個 你不要做將軍了 你幫忙打理那些東西 我就變成了師傅了 有一個媽媽級的 他說兒子二十歲 吃我們的麵糸 他說炒四季豆 他說有一、兩次 吃完未幾粒 來買回 就在街市買了一些來煮 他說兒子一吃就 都不是那些來的 先落後落那些東西 都有手勢的 我說你留回舊的種在缸上 就靠那些做師傅 那些灘冷的那些 那些隔夜那些 我說他一倒下去 那些冷的那些 吸收了他的熱力 那些火爐 哪個時候就要大火 哪個時候就要中小火 就看這些了 秘製不告訴你 最美後的招不出 沒人聽過 個人說過 哇 這陣子不是很好 這陣子 沒有人說的 那邊 那邊 住機在城河那邊 一堆舖拆了 現在變成新樓了 做到那裡撿落為止 最少有三十年 住機再去做事 沒有人請了 那就可以炭一下 只剩下十兩萬 炭了多久呢 十兩萬 最多一兩年 都被洗完 整個一間舖來做 十幾萬都不是夠用的 要裝修 太太也說 要裝修 然後再加一間舖去 這些店舖很適合 買一些東西 來幫忙買 就是這樣 就可以了 沒有什麼要做 我們 沒有美食 就煮 沒有辣椒醬 就煮辣椒醬 賣了兩天 第三天 就再煮 新鮮 但是我很放心 很放心 那些客人 不會走的 不是放開 擺開 擺開 不是放開 擺開 或者我 算是跨大豬 沒有人能夠遇到我 那些漂亮的 超市賣那些 沒有一間漂亮的 我說的 沒有一間漂亮的 從我們自己的店舖開 十幾年前 我都一直看著他 不過我沒有心學 因為覺得好像很悶 剛剛這兩三年 就是做遊艇 之前自己有幾架車 是做運輸的 做運輸這行 你很難走得開 因為自己也要下去做馬訓 可能兩三個禮拜 或者兩個禮拜 才回來一次 在這幾年 我看到他身體不是 就是一路差 始終八十幾歲 做運輸的 就買了給別人的東西 回來 主力幫爸爸 開始覺得很悶 因為 這麼大的店舖 買來買去 都是那十幾二樣東西 以前這個位置 整個位置都是 一樣東西賣走 他說 幾十年前我買糧果 不如做糧果吧 好,過來吧 我帶你們去參觀 這裡有我們 平時煮醬的地方 現在我們煮的這個 就是麵士醬 那些醬原交給我們 那我們再去 重新做過這件事 是很多人就這樣賣 那些麵士盆拿出來就這樣賣 變了不好吃 就是一定要加工處理過 才會好吃 什麼避濟啊 等等那些 其實沒有選 最重要是你 記得那個過程 怎樣做 不要做漏一件事 如果做漏了 就整個 整個東西都不同了 我們就要和用了六十年 補完又補 補完又補 為什麼 不會用一些機器去做呢 做不到 做不到那種味道出來 顏色、顏色、色髓 做不到 因為我們真的痛餓了 剛剛拿這支粥的時候 剛剛開始拿這個鏟的時候 回到晚上 睡不到覺 這些枕都離開了 他經常都 開頭做事的時候 被他罵 喂 你記不記得 他等你壞了 他就說 一早都說是這樣的 我特意的 給你做這個 100斤 就這樣做 很浪費 但是他 我記得這100斤 原來是做錯了 讓我記住 以後都 用回那個方法 師傅又不說可以 都算是 其實 起碼客人回來 不知道是我先煮 以為是我老爸 對吧 現在不是 就是 每個人都去做地產 做金融 那些 哪有人會 走來煮醬油的 說真的 沒有人肯入行 那還不是職業行業 其實很多事情都被我爸爸影響 因為我個人喜歡懷舊的東西 就是 很喜歡 看回以前 很喜歡聽他們 說回以前的故事 怎樣 賣華梅式女仔 那是甚麼 都沒有說 接手不接手 始終都是爸爸 始終是你的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穿回來 現在一天都回來 打算繼續下去 繼續做回這行 那些客人吃回我們自己的醬料 那就很開心 很滿足 這個電子 一天都沒有偏偷 兩天都還是 兩天都沒有偏偏偷 我們會否做出 一天都沒有偏偷 我們會否做出 達三天都沒你知道